哈囉 大家好啦 方唐 去Sugar 今天去賞鷹位置呢 在這邊 陽平1號出口 5號線 出發吧 今天的路線也是非常簡單 1號出口 然後我們直直走 大概100公尺就會到了 然後會看到就是一個天橋 對來看一下 好 天橋 我們從這邊走上去就可以了 現在在橋上已經看得到櫻花 超浮誇的 一整排 另外一邊也是 有沒有 一整排 好美喔 這邊就是非常漂亮的櫻花步道 因為這邊就是在一個很像漢江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地方的整條那個川 兩邊都是櫻花 現在是非常的盛開 非常的漂亮 這裡是安陽川櫻花路 對 然後 現在風有點大 有看到那個櫻花的花瓣在掉落嗎 現在3月底 4月初就是櫻花季嘛 在韓國非常多的地方都有櫻花 那所以櫻花季的時候就非常多的地方 大家都會去走馬看花 非常多的人 那今天也不例外 是非常多的人 我們看一下安陽川櫻花路有多長呢 就是從我身後這邊一整排過去 然後我們到往這邊回去 這邊一整排過去都是 然後再來是對面的 對面的可以看到嗎 這樣子過去 全部都是櫻花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長 這麼長 要走多久呢 我也不知道 欸 這邊也有櫻花耶 好可愛 剛剛有一段意外的插曲 就是 我剛剛在用慢動作錄影 然後要錄我的那個後空班的照片 對 去做截圖 然後 因為我在做後空班的時候 帽子一直掉下來 然後做了一次 兩次 結果我就想說 那我要把帽子先丟掉 然後往旁邊一丟 結果往旁邊一射 然後 我原本就是要往地上丟而已 結果有一個阿伯他就 剛好丟到他的懷中 他就直接接起我的帽子 害我超尷尬的 你知道嗎 哈哈哈 剛剛一段傻眼 繞完一圈回來了 OK 剛剛就是從這邊出發 我們一直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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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這個地方 五木橋 然後我們到了對面 那我們再從對面的櫻花步道 再走回來 走到另外一個橋 叫木洞橋 那我們再從這邊走回來 我們繞回來這裡 怎麼花兩個小時的時間 沒錯 那就是路上有非常多的美景 然後可以拍照 那有一個涼亭 然後還有一個小池子的一個地方 那邊拍照也都是蠻漂亮的 3月底 4月就是櫻花季嘛 那如果你剛好有這個時間 來旅遊的人的話 也是非常歡迎來這個地方 去走馬看花 如果你還想要知道 韓國的什麼地方的話 請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 我是方唐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先去吧 到 echo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